早安新唐人先来关心 美日两年一次最大规模的是 兵演习利剑军演今天起登场 日本冯卫神统合幕僚长吉田归秀 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 在停泊美军佐世堡基地的美舰圣地牙哥号上 举行联合记者会 吉田归秀表示将展现强烈意志 绝对不容许在印太地区以武力拼命改变现状 此话被认为是剑指中共 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张的行径 这次合计约4万5千人参加 也将出动40艘舰艇 370架飞机等 实施联合对舰战斗 统合防空飞弹防御等 并首度征用民间的机场港湾约30处 以因应有失紧急状况